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周日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线上共修 共读成长明星年读书会 为什么当年初一 是弥勒圣诞 其对学佛人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若想修学弥勒法门 其重心何在 为什么将弥勒法门视为五称人 人 天 生文 圆觉 菩萨共学的法门 让我们与情绳欢喜的心情 透过阅读与分享迎接新一年 今天我们离请法师跟我们谈谈 应顺导师文章 南无大来下身弥勒佛 好了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法师 恭敬恭请法师慈悲为我们开示 有请大众和长 恭请法师代理大众三称佛号 谢谢 那你所在的地方 方便和长三称佛号的话 就和长三称佛号 如果不方便的话 就在心中意念 本师释连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感恩佛陀的 把教法流传在世间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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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周日 下午好 那么 今天 很快的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那么 圣诞节一过 就是准备过新年了 不管是 犀利的新年 还是 能力的新年 所以我正想说 在这准备过年的 接下来的几周里面 我们还在谈 神啊 鬼啊 英灵啊 觉得 好像有点怪怪的 所以呢 就想说 暂时放下 关于神鬼 那个议题 那个神鬼这个议题呢 我们会放下 会继续 在读的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里头 还有好几篇文章 值得大家学习的 那 在准备过年的 接下来的这个 几个星期里面呢 就想 跟大家 谈一谈 尼勒菩萨 尼勒佛 可能有些人 知道说 大年初一 在北重佛教里面呢 就是被定为 弥勒丹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就是观音丹 2月19啊 6月19 9月19 那么其他的 菩萨的诞成呢 其实很多人是 可能不大了解的 因为也比较少庆祝 所以呢 不大了解 大年初一呢 是米勒丹 所以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 借这一篇文章 导师在 这篇写民国 46年 其实 如果用 我们西律来讲 就是 1947年 所以超过50年 这篇文章 那时候呢 导师在 上导师 的共修会 也是 准备 跟大家开年 应该算是 已经是 如果说 按照文章来看的话呢 就是 新年的 第一个星期天 所以当时导师 对大众的开始 虽然 已经这个 这个文章 很久了 50多年了 超过50年了 至少 半个世纪 超过半个世纪的文章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 价值 值得我们 去学习的 我不知道 现场有多少人 读过这篇文章 但 如果你是读过的 就温故自新吧 那如果是 不曾读过的 我们就一起来 读这篇文章 那可能有些人会 心里面可能 有一点点的 疑惑也好 逼顾也好 想说 讲这个 弥勒 是不是 我就要 转修 这个弥勒法门呢 或者是我向来 修某个法门的 那适合 了解这个 这个课题吗 或者是 可能你说 我是学 南传的 其实 我觉得 学佛 学佛呢 要有一个 开放的心 来去 让自己呢 有机会 更深地去认识 到底在佛教里面 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说 有八万四千法门 OK 所以呢 虽然你可能 不修 这个法门 但也可以 带着一个 比较开放的心 去做一个了解 当万一有人 讲起的时候呢 你也 至少知道说 对方在讲什么 那是讲对的 还是错的 那当然 这个弥勒法门 过去也被人家误解的 也被 这个 复佛法外道 所应用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说今天你用一个 比较开放的心胸 去了解 弥勒法门 过后 当别人有着 滥用这个 弥勒法门 或者是 把弥勒佛 误明化的时候呢 你至少知道 说对方哪里 说错了 然后也不会跟着呢 就一起去误会 这个弥勒法门 所以 开放的心胸 即便你不修 这个法门呢 开放的心胸呢 要有 就是 给自己一个机会呢 多认识 佛教里面 存在的 其中一个法门 在过去的 一个世纪以来 弥勒法门 不算是主流的法门 我想说 修行法门 如果在北传佛教 过去一世纪呢 一个世纪以来 百年以来呢 你会看到说 应该是念佛法门 是最流行的 注意我用这个流行 这个字眼 其实每一个时期呢 会随着 大家的需求 就流行 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会流行 某些法门 在南疮佛教里面 也是一样的 早期 过去 七八十年前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 在禅法里面呢 马哈西塞窦的 这个禅法 很流行 过去五六十年来 就这个 可因噶的禅法 很流行 然后接下来呢 这过去的二十年来呢 就会流行了 这个 巴奥禅师的禅法 所以你会看到说 每一个时期呢 都有 这个 应众生的需求 世间的因缘 一个法门呢 它就变成一个 流行的法门 大家都在修那个法门 大家 开口闭口 都在谈那个法门 即便去流通处 看这个流通处的书啊 或者是影音档呢 都是当 当时最流行的 法门呢 在寻传 所以同样的 所以过去一百年来呢 弥勒法门 不是一个主流的法门 但是 不要去否定它 它是在 两千五百年来 这个例 我们的佛教的例 是两千五百年来呢 它是存在的 一个法门来的 它有一些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刚才讲到 开放的心胸呢 其实 师父过去 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佛学院也好 在台湾的福音 一同是教书的时候也好 作为一个老师呢 其实不能够只是 我只教这个法门 或者是我只教这一中一派 那一个老师呢 其实就是要用 就是给学生 准备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胸呢 给学生呢 介绍不同不同的法门 不同不同的中派 那这个是要做 一个佛学老师呢 应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说准备啦 心理上的准备 所以今天跟大家 谈起这个弥勒法门呢 不是要你转换你的 原来修行的法门 只希望大家 带着一个开放的心 去看看 哦 原来我们佛教 还有这么一个法门 然后呢 你不修没关系 这个弥勒身上的一些精神呢 我觉得是值得 我们每一个学佛人 不论时代 不论空间 这个精神的东西呢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就像我们上次在谈这个 神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多才鬼形成的神 或者是真正的天神 我们就因为圣言法师的文章里面 提到了观公 那么观公不是说 大家过后要去拜观公 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观公是怎么样 变成了佛教的护法 变成切兰菩萨 那么即便你不特别的推崇 或者是礼拜这个切兰菩萨 但至少你要知道说 他有一些精神 比如说他护士佛教的这个精神 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呢 去注意跟学习的 好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情 开放的心胸 来认识弥勒菩萨 弥勒法人 那前面第一段呢 是一个算是 演讲稿的一个开场白了 我就快速的读过 这个不用讲 那当时导师在这个上导师 就像如果说今天 这个没有疫情的话 可能有人也会请师父到某一个道场 去做一个演讲 所以呢就会有这种开场白 作为法师 作为居士 依照龙利的习惯说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星期日 也是我们第一次为佛法而聚会 这个佛法而聚会 我们过去一年来 都几乎从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2月29号开始 去年的2月29号开始 我们就每个星期天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法聚会 那佛法聚会呢 简单的说就是法会 所以我们过去一年来 也办了不少的法会 每个星期 沉蒙大家的不离不弃 就是让我们这过去的一年来 有每一个星期呢 都在有这个佛法的聚会 以法相会在这个线上 那第一次宣讲这个佛学 当时开年的第一次 所以呢 老师就想说 在三宝的威德加笔中 先祝福大家 为主为发愿 祝大家福慧增长 身心安乐 那我也借由老师的这个开场来 也在这个 今年2021年的 这个快结束 我们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的这个开始的 这个佛法的聚会当中呢 祝大家福慧增长 身心安乐 好 现在我来读第二段 那第二段的开始呢 我们就要请下一位同学来 谈一谈 佛法心灵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礼战称念 南无当来下身弥勒佛 这是过去大陆上 大小庙与共同举行的 因此有以为年初一是弥勒佛的诞成 其实弥勒还是菩萨 还是刚来下身 弥勒佛尚未下身 哪里来的神之呢 好 修力 修力在哪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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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修力请假 好 那就爱娟吧 嗯 师傅 爱娟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年初一是弥勒蛋吗 我知道啊 可是 就是刚才师傅念的 我心里在想 知道是你的蛋 可是我心里想说 米勒他都还没有出事 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对不对 对 还没有成佛 对 这个就是我的 我的一个那种的问号 嗯 所以你的问号呢 也是过去的 五十 五六十 超过五十年了 老师 特下的一个问题 人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北传的客颂本里面呢 会记载说 年初一 年初一呢 是弥勒蛋 然后如果你们大家有注意过 我们传统的这个北传的客颂本 他就是会有那个赞嘛 就是每一次要诵经之前都有一个赞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 对 就米勒也有米勒的赞的 在那个客颂本里面 好 那所以你是知道的嘛 所以你也有同样这个疑问 就是说米勒 米勒都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什么呢 出现 然后他还是米勒菩萨 还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怎么会有米勒佛丹 这个疑问呢 我们等一下会一起共同的解开 那我想给 让你来谈的就是 有两个语词啦 一个就是礼战 称念 跟当来下身 你对这两个语词的理解是什么 礼战称念 就是称赞 我们就是说称赞一个佛的名号咯 这个是我理解的 OK 当来下身就是说 就是说 每一尊佛他会来当来下身 就是说会出世在这个人世间 称佛 好 所以当来意思是什么呢 当来就是将来 将来 下身 未来 未来 未来会下身人间 未来会下身人间 当来就是 未来的意思 那么 刚才讲到说 礼战称念 礼战称念 其实就是念佛没错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 北川佛教念佛跟南川佛教的念佛 南川佛教也有念佛吗 那北川佛教跟念佛跟南川佛教念佛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没有觉得不一样都是一样啊 都一样吗 我感觉都是一样 他只是念佛达嘛 念佛达 OK 好 很好 没错 但如果说传统 传统你跟南川佛教的念佛 佛随念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是念佛的功德 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他会去意念佛陀的种种功德 佛的实德还是怎么样 实乐功德 对对对 所以呢就没有说特定要念哪一尊佛 只要是成佛的都会具足那一个功德 那么他会以念佛的功德为主 OK 那北川佛教的念佛呢 当然也有谈念佛功德的部分 但是呢比较少 给普遍的大众呢 很多时候呢 谈到在北川佛教里面谈念佛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比较偏向什么呢 念佛的 对 阿弥陀佛 所以他比较像什么呢 称名号的念佛 称名号的念佛 称名号的念佛呢 当然这过去的 我们说过去百年呢 比较流行的就是阿弥陀佛 比较流行 如果说今天大家做一个统计 百年来最流行佛的统计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 反而这个什么呢 在北川佛教里面呢 释迦摩尼佛的这个排名可能会输给 这个什么阿弥陀佛 OK 所以这个是流行啊 每一个时代呢 会有众生的需求 众生的这个不同的需求 加上种种的因缘 弘扬他的人的因缘 那么过去百年来呢 我们从生活不是很富裕 从生活不是很富裕 但是想一想 自己的爷爷奶奶的那个时代 你就会知道说 可能还很多地方呢 都还在 国家还在成立当中 还在被殖民当中 还有很多的战乱 我们爷爷奶奶经历过那种 第一世界大战 第二世界大战的那个时期呢 室都吃不饱 住都住不好 穿都穿不暖的时代呢 大家那个时候的倾向 如果佛法的话呢 你说叫他做这个什么呢 行菩萨道 去做布施 从事教育或者禅修呢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大家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呢 那个时候大家只是 只求平安 即便不幸死掉了 都希望能够去到净土 跟佛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因缘底下呢 求愿往生净土 对这个世界有一点 害怕 失望透顶的心情 导致一个人 大家想说要去 往生净土的这种心情呢 是很强烈的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 念阿弥陀佛的 这个圣号的 这个法门的推广呢 就很容易了 那么 慢慢现在过去 这我们说这二三十年来 你会看到说经济 各国的经济各方面稳定了 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比较富裕了 所以呢 弘扬不同的 念佛的这个法门呢 就又出现了 有时候你也会看到说 北传佛教有些也会改念 释迦牟尼佛的 也有改念要是佛的 所以 这个时候在做这个 排名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稍微有 又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从这边要注意到的 就是说 北传佛教呢 不是没有念佛的功德 它有 但是比较少弘扬 它会弘扬 比较偏向弘扬什么呢 念佛的名号 希望透过念佛的名号呢 达到这个什么呢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今天呢 念佛的功德 一样可以一心不乱 OK 念佛的名号 也一样可以达到一心不乱 那这一心不乱呢 就是定 有定了 才能够开发智慧 接下来的 这个学习呢 都一样 只是 大家在 弘扬这些法门的时候呢 南传比较偏向于 念佛的功德 这个是念佛的功德来的 每一句话 当中的 刚才我念的每一句话里面呢 都是要弟子们呢 去意念佛陀的功德 那么 所以你看到说 他们也没有说特定要念 释迦牟尼佛 但是他是把每一尊佛的功德 每一尊佛 只要成佛了 都有刚才我念到的那些功德 他以这些功德为主 可是到了北传 你会看到呢 就是念要是佛 念阿弥陀佛 比较偏向这个部分 所以 称念 称念就是指念佛 那礼赞呢 礼赞也是一样的 在 北传佛教里面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一些礼赞的部分 有啊 怎样呢 怎样的方面会 如果称念是念佛的名号啦 那礼赞是怎样的 礼赞 就礼赞佛的功德吧 对对对 所以你有什么寄宋 你最印象深刻的有吗 赞佛记咯 对赞佛记 赞佛记 比如说那个天上天下 无如佛对不对 那么你会看到说 北传佛教呢 有这些寄宋 赞佛的寄宋 那他们一般上在法会里面呢 都会用唱 尤其会黄霉调的人呢 喜欢用这些黄霉调呢 来唱 唱这个赞佛的 这个寄宋 但是有时候呢 唱起来是好听啦 但是很多人呢 唱唱一下呢 就当着黄霉调来唱 唱得很开心 都忘记要赞扬佛陀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 就是沉迷在这个 这个很美的调里面 这个调我会 然后他就大展歌 我在那边唱了 他忘记了 当下他真正要做的就是 不管用什么调 即便是用念都没有关系 目的真的就是要去观想 这个佛的功德 天上天下 无如佛 十方什么这样子 他就要去观想 而不是在那个时候呢 大展歌喉啊 人家不给他唱 他还起烦恼啊 千万不要这样子 好 这个是关于礼战 称念的部分 还有当来下身 来接下来 我请你来读一段 然后我们让下一位 也会来谈一谈 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佛教徒 都在除夕晚上 进行弥勒 补佛 初一早上又称念 弥勒的圣号呢 要知道 这就是表示 学佛人新年的 新年第一件大事 共同发愿 祝弥勒佛早日下身 到此世界来 虽然经理说 弥勒佛要经过若干时节 才下身到这个世间 可是佛弟子却希望 弥勒佛早日下身 这是写佛人的 深切愿望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好 谢谢你 那袁慧 你要重读 还是要跟大家谈 这一个部分 师傅我重读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 那么 为什么中国的佛教徒 都在除夕晚上 举行 弥勒苦婆 初一早上 又撑灭 弥勒的圣号呢 要知道 这 就是表示 学佛人 新年 第一件大事 共同发愿 祝弥勒佛早日下身 到此世界来 虽然 经理说 弥勒佛要经过若干 十节才下身到这个世间 可是 佛弟子 却希望 弥勒佛早日下身 这是学佛人的深切愿望 是很有意义的 一件事 好 谢谢 那我们来请美军 美军你要 再重读 还是要 谈一谈 这个部分 师傅好 下午 美军对不起 我不小心 把你的麦给关掉了 你再开一下 你的麦 师傅 下午好 大家 所有 师傅听到我说了吗 听到 所以你要重读 还是要分享呢 师傅 我可以 试试分享吗 可以 没问题 来 你先告诉我 三个关键词 你觉得 比较像关键 可以是你的关键词 帮助你 整理的 有哪些 哪三个 关键词 第一个是 佛教徒 OK 然后 第二个是 共同发愿 共同发愿 OK 意义的事 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事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好 来 来谈谈 你对这一段的理解 这边 老师说 我对米乐佛 不是很了解 但是 从 从文里面的内容说呢 佛教徒是 非常的 高兴 对这 新年来第一件事情 非常的高兴 因为 他们 要 共同发愿 这样子 所以我就 这个是 民间 可能家里面 就是这样子 做 这样子 你就跟着 这样子 做了 可以 菩营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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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 几方世界 所以 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这些民间信仰或者是我们家族告诉我们或者朋友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的菩萨生天大家要赐福 其实不是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不过没关系 接着机会认识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 新的一年到来了 今天不讲农历年或者习历的这个我们说1月1号的新年 一般上新的一年如果从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本位你觉得新的一年来你会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像自己说像许愿这样子说希望新的一年来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势力这样子 祈福这样子 是 所以你会在心里面会这样子许愿对不对 你会许愿 即便自己不许愿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呢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得到一些好的祝福语 对不对 对 变成这种我们大家人啊人本性上呢都会有这种愿好的愿 所以同样今天一个人如果他学佛了 这边讲中国的佛教徒其实指的就是北传 在北传呢 即便你我们刚才讲了不管你是佛教徒非佛教徒 只要是新年的第一天大家都心都可能自然会想说 哎我希望我今年过得更好一点 OK 做生意的人希望我今年生意兴隆 OK 都会有一个愿在那边 那么如果我们人开始学佛了过后呢 那么就心里想一想我们最大的愿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愿是什么 如果我们学佛了之后以佛的这个心理来说是希望离苦得乐 对离苦得乐 就是我们自己的修行可以比较顺利一点 对不对 对 做什么事情呢都比较顺利一点 那么要这种离苦得乐啊 其实说起来在现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世间呢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有一个未来佛 他的世界呢 在真正实现这种离苦得乐上呢 是很容易的 他其实就是弥勒佛 因为在佛告诉弟子们 经典里面佛告诉弟子们呢 弥勒佛成佛的那一天 我们这个世界呢 变成了净土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 还是一个会土哦 会土 会土就是说 有苦有乐 有时候顺有时候不顺 你看忽然间来个天灾 很多人就在受苦了 对不对 我们自己看了都很伤心 很痛心的那种 这个是会土 OK 所以呢 但是弥勒来 他当他有一天 他修到圆满的时候呢 他来这个世间成佛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净土了 那变成净土的话呢 你要真正离苦得乐 你要一切诸事都如意的话 就比较可能 为什么净土 就是没有那个苦的 所以变成 最能够帮我们实现这种离苦得乐 诸事都吉祥如意的 我们只有 这个愿呢 对 只有寄托在什么呢 弥勒佛 弥勒佛来这个世间成佛的那一个净土 所以呢 每年的新年的大年初一呢 我们的祖师大德呢 看到大家都这么的欢喜的庆祝 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诚心的发愿 所以呢 祖师大德就把年初一呢 把它定下来 与其只是欢喜的庆祝新一年 那么已经学佛的人 让大家共同来发愿 希望弥勒净土 早日实现 对 希望这个弥勒菩萨早日修成正果 早日下身人间 就变成我们每一个学佛人的深切愿望了 那么有时候啊 我们想说这个 共同发愿 发愿 许愿 许愿呢 当比如说你许愿啊 如果你做工的话啦 你当然是希望我自己工作顺利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读书的话 你希望什么呢 只会圆满 只会圆满 学业进步 对不对 有多少个A就拿多少个A嘛 对不对 但是你看啊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什么呢 我们虽然许愿 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已经拿到那些A啊 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工作 顺利的呢 还没有的 没有的 对不对 还没有的 所以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呢 因 在因当中呢 许一个 许一个善果 因中说果 就是在因中 在因地上呢 祈求或者是许 许愿的许 许一个善果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成绩最好的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 我能够得到好成绩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真正在工作上呢 受到我的同事的这个什么呢 上师的肯定 但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顺利 所以许愿这个事情呢 通常都是因中取善果 没有人想说 哎呀 我的事业糟糕一点 或者是 哎呀 我的这个什么呢 我的事业死 所有的生意失败 没有人许这样的愿的 对不对 但在许愿的都是往最好的来看 往更好的来看 所以米勒 虽然 他的净土还没有实现 还没有出现 但是呢 我们许愿的时候 我们希望 这个米勒的净土 可以早日实现 他抓住的呢 他抓住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众生 有这种许愿的心情 抓住这种人性 许愿 因中取善果 然后呢 又抓住呢 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最好的时间点 就是在大年初一 为什么 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他不选在什么呢 一月一日 西历的一月一日 因为西历的一月一日 不是每个 我们说北传佛教徒 最有触动的 有些人一日一日 刚才放假 也没什么 但是呢 对于一个北传的学佛人来讲呢 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说 我们说 华人嘛 对华人嘛 华人即便你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 大年初一 你向来都已经很重视了 对不对 那后来你学佛过后呢 大年初一呢 对一个学佛人来讲呢 就变成更加的 会去 特别在这一天呢 行种种善事 甚至吃树 然后呢 最后呢 又许个好愿 希望呢 这个 接下来的一年 能够顺利点 那最大最大的 最深切的愿呢 就是希望呢 净土 早日实践 净土 对 然后呢 那众生真正能够 离苦得了 消灾免难 真正的消灾免难 很好 谢谢你的这个 准理跟分享 谢谢师傅 我请你读下一段 读下一段 因为弥勒菩萨 下身成佛 有二种好处 一 弥勒下身成佛 时候的世界 和我们现在所住的 五着二世不同 那时候的世界是 清静幸福的 依据经文所说 那时世界和平 人口增多 财富无量 没有苦痛与困难 真是快乐极了 所以佛弟子 希望弥勒 早早下身 到这个世界来 大家好同享 和平自由的幸福 谢谢 欣梅 欣梅 你要重读 还是分享 我分享 师傅 好来 你先把那些 就是你觉得 是关键词的 或者能够帮助你 谈这个课题的 你先把关键词 拉出来 OK 弥勒菩萨 下身成佛 美勒菩萨 下身成佛 然后就是 清静幸福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和平 这个 世界和平 OK 还有一个是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困难 没有痛苦和困难 OK 好 来 其实 是我们 就是 希望 弥勒菩萨 早日 下身成佛 因为 我们 他如果是 下身成佛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不同 像现在是 五着二世 现在是五着二世 对 很好 然后 如果他在 就会 世界就会变得 清静 幸福 和平 就是没有 没有痛苦 困难 就 很快乐 快乐极了 所以 佛弟子 是 早日 希望 这个世界 变得 更好 就和平 自由 和幸福 是 其实 今天我们讲说 即便我们 没有学佛 就是一般普通人 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世界是 清静的 我们的世界 是幸福的 对不对 我们的世界 是平和的 没有苦痛 和困难的 我相信 不管我们 学不学佛 我们 心里面 都有 这样子的 一个期许 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期许 只不过 现在学佛了 自己的生命里面 添加了一个 我们说 有了一点点 宗教的色彩 刚好 在我们的 佛教里面 就有一尊佛 或者是一尊菩萨 跟我们心里面 想的 那一个期许 很接近 刚才我讲 我们没有学佛 没有学佛 就是不管 学佛不学佛 我们心里面 就想说 如果这个世界 平平和和 幸福快乐 不是很好吗 不要那么多的灾难 或者是 完全没有灾难 那多好 这是每个人 心里面的愿来的 只是我们学佛 过后 刚好 弥勒菩萨 他就是一个 发愿 他自己本身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发愿说 我要到 净土来成佛 所以当他 这样子发愿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弥勒佛 成佛的那一天 世界是清净的 真正的净土来的 不是五拙二世来的 他是净土来的 这个就更加符合 我们心里面的愿 所以才会 大家才会想说 念这个弥勒佛 就是念这个弥勒佛 因为他心里的愿 跟我们每一个 有情众生的 心里面的愿 追求那种 和平 追求自由 追求幸福 非常的 非常的 什么的 相近 好 我才请你读 第二点 就是 第二个好处 是什么呢 二 弥勒菩萨下身成佛 佛法昌荣 所谓荣华三会 有众多众生 发出离心 了生死 众多众生 发菩提心 自愿成佛 从世间 从世间方面看 那时的世界是 繁荣幸福的 从佛法方面看 是充满了 充满了真理 与自由的 必须这两方面 具足 才可称为 快乐幸福的世界 好 谢谢 然后我们来请 毕萍 好的师傅 你要从读还是 跟大家分享呢 我试着分享师傅 你先告诉我们 那个关键词是什么 佛法昌荣 佛法昌荣 世界是繁荣幸福的 世界是繁荣幸福的 快乐幸福的世界 快乐幸福的世界 好 就这三个 好 就这三个 OK 这个是说 弥勒菩萨 下身成佛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 在世间方面 世界是繁荣幸福的 从佛法来看呢 就是充满了真理 跟自由的 所以这两方面都记住 叫我们这个世界就是 快乐幸福的世界 很好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从 从世间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世界是繁荣幸福的 繁荣 大家可以安居乐业 或者幸福的生活 从世间的角度 从佛法的角度呢 这个世界不只是一般的 这样子繁荣幸福而已 这个世界是充满真理跟自由的 真正大家都明白真理的 就像我们现在你看到说 有时候我们明白 无常的道理 我们明白 缘起的道理 我们明白三恶因果 可是有时候我们出到 来到社会里面呢 有些很不可理喻的人 尤其你看这一次 比如说我们说 最近这一个星期的 那个水灾 在马来西亚的水灾里面呢 你会看到 在这样困难的时期 还是有人出来捣乱的 让这个社会 就是说这个时刻 已经非常艰难了 OK 你看还是有不法之徒呢 就是 就是趁 人家是趁火打劫 他是趁水打劫 或者是 在网路上呢 就是 就是 这个什么呢 筹款啊 就是 不是真正救灾的筹款 就是骗钱的这个筹款 所以你会看到说 我们现在的五卓二世 就是说 有些人明白 因果道理 有些人呢 真的就是不明白这个因果道理 在这艰难时刻呢 还给社会添乱的也有 但是如果是弥勒 菩萨下身成佛的那个世界呢 它是真正充满真理 充满自由的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能够知道 可以散热因果 大家都知道因缘 大家都知道这个 无常 所以这样子 从世间的角度 从佛法的角度 两方面都是圆满的话呢 这样子的世界呢 才是真正快乐幸福的世界 我们今天念的这篇文章 都是好语词在里头 全部都是好语词 比如说佛法苍隆 繁荣幸福 希望我们念的念了 接下来的一年 我们都是能够 生活生命里面的充满 这些好的语词了 来 关于龙华三会 什么是龙华三会 我们请碧平来念一下 这个注脚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请秀凤来谈一谈 OK 好的 师父 弥勒佛于华林延中 龙华树下成道 开三番法会 度尽上中下三分之终身 故业龙华三会 一 罗斯欲知 弥勒下身经 也 坐龙华菩提树下 得欧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在华林年 其缘从广 一百有损 大众满中 初会说法 九十六亿人的阿罗汉 第二大会说法 九十四亿人的阿罗汉 第三大会说法 九十二亿人的阿罗汉 弥勒佛记转法轮 度天人与将诸弟子 入城取诗 而正义阿罕经 四十四页 而是去 若头尘不远 有道树民业龙华 高益有损 阔无百步 五百步 十弥勒菩萨座匹书下成 无上道果 中列而时 弥勒初会八万四千阿罗汉 第二会有九十四亿人 第三智慧九十二亿人名 皆是阿罗汉 一父是我 以法弟子 好 谢谢 谢谢 来秀凤 你要重读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师傅 来我先 来 就分享吧 好 那你先把一些关键词 先拉出来 OK 隆华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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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渡进三根众生 渡进上中下三根之众生 渡进三根之众生 OK 然后 这边有讲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犯了 如果要的话就是三番开会 三番法会 三 OK 龙华三会 OK 三番法会 好 来 可以谈了 好 来 这边呢 它是 我觉得它 这个我们的师傅要讲的就是 弥勒佛就讲在一个地方 叫做 龙华 华林园中 华林园里面有一棵树 那个树叫 龙华树 OK 就像我们的 释迦摩尼佛是在 菩提树下 所以它是在 龙华树下 成道 所以它会有 三番的法会 就是它会 说法 就是 开经说法 有三次 然后呢 它会渡进呢 那个 根基呢 有上 中 下 就是有三根的 最上的 最中的 最下的 三根的 众神 所以它就 解释什么叫做 龙华三会 所以 接下来它有讲的是 这边有提出的是 有两本经 就是说 我们是根据哪一个 说词 来解释的 就是有一个叫 罗泽义的 罗氏 罗氏义 罗氏义 历史 就是在 米勒夏圣经 还有一个是 正义阿汉经 四十字 也有两本的说法 所以 大致上呢 讲的就是 好像第一个 好像这个 米勒夏圣经 所讲的 做龙华 菩提树夏 得阿扭多罗三 没有三菩提 就是成佛 然后在 华林言里面 它的缘 奇缘 纵观 就是说 一百由旬 一百由旬 就是像 地藏经里面的 我不懂 这个一旬 是大概有多少 一由旬多少 不知道 一由旬 一百由旬 因为地藏经 是讲 那个是 我也不忘记 是怎样 对 所以它的缘 它是横 就是它的 宽度 然后大众满中 就是说 坐满了 坐满了很多 很多 这些众生 就是上中下 的三根的 然后它说 分成三次 第一次呢 有九十利亿的人 九十六亿的人 然后他们就 证得阿罗汉 然后第二 大会说法呢 也有九十四亿人 的阿罗汉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 就九十亿 所以算算起来 也是 很多啦 九三 二十七 就差不多两百 两百多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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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很多 就是很多很多 而且呢 这边呢 米勒经呢 他初转 他在转法轮的时候呢 他度的是天和人 就是天道跟人 道的人 罢了 这样其他的 就不知道 有没有了 应该是 应该接下来 他有讲的 这是以法地址 我是觉得 OK 就是将 租地址呢 租地址呢 入城 七十 我就被我 又就不明白 为什么 这样就是带了 带 我要 带这些弟子 对 米勒佛 他转法轮过后 就是他给这些人 说法了过后呢 他度众生的事情 做完过后 度乙 就是说 做完这个 度众生的事情过后呢 他就带着 他的弟子们呢 到城中去 起食了 接受供养 OK 所以在第二本经 那个 征义阿含 四十四约里面呢 而时去 自头城 就是去一个地方 叫自头城 不远的地方呢 他是现在告诉我们 这个 龙 这个 龙华 菩提树 是在哪一个地方 应该是在一个 叫自头城 不远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他也是 同样介绍 跟上面的是 一样 差不多 OK 只是他是讲 这一棵树 是高 一游旋 然后呢 他宽呢 广呢 有五百步 就是说 那个树的直径 大概是有五百步 就是 我们要有五百步 就是那棵树 是一个很大棵 应该是 蛮高的一棵树 蛮高又 蛮壮的一棵树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弥勒菩萨呢 就坐在 毕树下 成 不上正果 他就坐在 那个树下 成道 然后这边 忠烈 而时呢 弥勒 那个时候呢 弥勒 出会 他出会 他刚开始 第一次 他 会就是说 他在 怎么讲 第一次 他 遇见 或者第一次 他 面对 有八万四千 的阿罗汉 然后 这个八万四千 我就不懂 是不是 就是刚才的 除会 因为 根据上面 那个除会呢 是有 九十六亿人 的阿罗汉 然后这边呢 他讲的除会 是八万四千 阿罗汉 就是说 他是 面对的是 八万四千人 然后 那个九十六 九十六亿 我就觉得 这边就有一点 粗乎啦 可是这边的 第二会呢 他有九十四亿 根据上面 他是真的是 有九十四亿啦 两个就别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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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数据比较 比较 比较 准确一点 那第三会之呢 是有九十二亿 也是跟上面的 雷同 就是说 很相似 就是不相似 就是一样啦 所以是说 有比较 争议性的是 第一次 那么 其实 这也是阿罗汉 一复顺呢 我仪法 地址 就是 就是之前 在阿弥陀佛 我们就是 在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没有办法 乘 阿罗汉的 就是我们 属于这些仪法 就是 遗留下来的 对对对对 我也是希望 我是在其中一个啦 对对对 很好 你讲得很好 就是这样 那么在数字呢 就印度人对数字呢 过去以来呢 没有那么的准确的啦 谢谢 数字的东西 都是比较参考的 虽然 第一会好像 怎么差那么远 八万四千 和九十六亿 差那么远 数字只是一个参考啦 总之我们知道说 人数很多 那这个 以法地址的部分呢 你讲得很好 就是 不是阿弥陀佛 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留下来的地址 还没有成就的 都会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 有这个得度的因缘 很好 非常好 好的 那 这个就是所谓的 龙华三会啦 所以我们在 如果你曾经唱过 我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唱过 米勒的 这个 战的话呢 龙华三会 愿相逢 一直到说 哦 希望大家 如果说 修了那么久 都还没有成就 希望米勒 成佛的时候呢 在进土的时候呢 我可以跟米勒 相逢 我可以跟米勒 的弟子们 相逢 就是多少 可以 有这个机会呢 见佛 闻法 得成就 这样子 好 那 在继续之前 我刚才看到 这个 上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 在这个什么 留言处呢 有留言 请问 所谓的天道 是否不同 那我相信 你问的 汤空 你问的 天道呢 其实就是 我们 这个 现在 在过去 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来流行的 这个 一关道 修天道的人 他们好像也有 跟米勒 有关系 对 所以我这边 就告诉大家说 米勒 被 有一点 被污名化了 然后被 复佛外道 就是 看起来像 佛法的人 但是他不是 真正在 弘扬佛法的 去用了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 很多学佛人 真的也不敢 碰米勒法本 因为很怕 自己变成 可能又跟 这个天道 一关道 是有关系的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 下面文章 这边 也会提到 就是 被一些人 米勒 这个名字 因为 其实也多少 你慢慢去看 这个 人 名情 我们说 人民的需求 大家 一直希望说 这个事件变好 事件变好 然后在过去 佛教流传的经典里面 就谈到说 弥勒来的时候 事件就会变成是 好的事件 那人在很苦的时候 大家就会期望说 这个事件的美好 早一点实现 然后就 说着说着 这个本来是 刚才我们讲的 是一种 我们说 心中 因中 许善 善果 或者许个 希望有一个好的愿 说着说着 就已经被 有些人 去说成什么 米勒已经来了 米勒已经降生了 就变成是 说成这个样子 所以确实会被很多人误解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课题 是希望给大家做一个纠正 重新好好的去认识 米勒法门 跟这个一贯道所讲的 或者是天道所讲的 这个米勒是 那个无声劳母是不一样的课题来的 我们的米勒被滥用而已 或者被 就是错用了 刚才是秀峰 秀峰你来读一段 然后我们来请 雅琴 师傅来 如佛法昌荣 而世人却生活在苦痛之中 这当然是不够圆满的 如世界繁荣 而没有佛法 如天上一样 大家不向上求进步 了生死 称佛 那也是不够理想的 弥勒菩萨降生的世界 这两个问题同时解决 世界既安乐幸福 人们也知道 要依佛法 了生死 发菩提心 这是太好了 所以佛地 因此新年第一件道事 就是为弥勒菩萨 早日下生 而发愿 称念 南无 当来下生 弥勒佛 谢谢 来雅琴 你要分享 还是要重读 师傅 雅琴请假 雅琴也请假 那我们请 新瑞法师了 重读还是分享 师傅 分享 好来 先把关键词 拉出来 第一个是不够理想 不够理想 第二个是 降 梅乐降生 降生 降生 第三个 第一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好 这一段 他有说 如果是 是人 活在痛苦 如果佛法 是苍隆的 但是 人却活在苦痛之中 那这些 不圆满了 另外 如果说 世界是繁荣的 但是 又没有佛法 的话 就像 在天上呢 因为很快乐 然后又不求 上进 因为想要 了胜死 所以 这也是不够理想的 这两个 只有 等到 弥乐菩萨 降生的时候呢 这两个问题 都 同时被 解决了 就是 世界 又 安得幸福 然后 人们又 会 依着佛法 去苏醒 去 了脱生死 或者是 发菩提心的 所以 还说到 所以在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要 发愿 希望 米尔菩萨 早自下生 很好 所以 老师在这边 谈了过呢 就做了 两个 算是 scenario 给我们 两个方面 两个层面 让我们去 看看 如果今天 我们 佛法 昌 昌 龙的话 可是 生活却很痛苦的 这个还不够圆满 就是 佛法 是有 可是生活 这么的痛苦 然后 另外一个 scenario 就是 世界 很 很繁荣 可是 完全没有佛法 大家生活 都过得很好 这个就像 在天上一样 太快乐了 这时候的 大家呢 不会想要 了生死 了生死 是一个 学佛的方向 也就是 修解脱道的 所以 佛法 佛法的修学 向来有两个方向的 一个是 看个人的意愿 你要 修解脱道 了生死 也可以 或者是 你要发菩提心 成佛 度众生 也可以 菩萨道 所以 解脱道 跟菩萨道 所以 大家在读 导师的书的时候 导师写文章 整理 谈 你可以 用心的注意 真的有很多的 很细的内涵 它 包含在里面 所以 这边就提到了 所以要平衡 要平衡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衡 就是 佛法昌荣 世界繁荣 这样子的一个平衡 只有在 弥勒 成佛 降生这个世界 成佛的时候 这是真正 形成的 所以变成 又佛法 又昌荣 世界又繁荣 就变成是我们 每一个学佛人的愿 每个人学佛的愿 所以才会 在大年初一 第一天 就 成念 摩当来 下神弥勒 佛 它的起因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今天 读到这边 你还是 觉得说 我没有 我没有要念 这个 弥勒佛 没有要修 弥勒法门 其实也没关系 弥勒菩萨 不会生气你的 你一样 可以发这个愿 什么呢 希望 这个什么呢 你所在的 任何世界 从今到未来 你所在的 任何世界 都希望 都发这个愿 有这个佛法的 世界的繁荣 就是 让这两个愿 即便你没有打算 生在 弥勒 降生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 学佛人 我们知道 生生世世都在轮回的 我们相信 轮回 当然如果你今生今世 就能够 了生死 解脱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但是 有时候我们看回 我们自己的修行 我们 自己还是要 老老实实 去承认说 现在我还在 修行的 努力的过程当中 那就表示说 我可能 今生没有完成 真正的 这个了生死 也不可能 今生真正的成佛 所以呢 未来世里面 不管我 去到哪一个世界 我都希望 我能够 生到一个 有佛法 然后呢 世界是繁荣的 的地方 即便你没有 修弥勒法本 这个佛法 昌隆 世界繁荣 可以是你自己的 愿来的 不管你 去到哪一个世界 去投生的时候呢 要 给自己 有这样的愿 做 我要生在一个 安稳的世界 然后呢 能够听闻佛法的世界 所以有时候 很多人 喜欢问说 师父我们要发愿 发愿 愿力不可思议 那我要发什么愿 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愿 千万不要 没有发愿 然后呢 甚至有自己的业力 升到哪里 就升到哪里 这样子 万一 你升到一个 有佛法的地方 可是你的生活很苦 但有佛法 可是你也学不到 或者是 哇 你的生活是很舒适 可是呢 没有机会听佛法 那也很可怜 那么回看我们自己的 这个地球就好了 我们就看这个地球 此时此刻 同样大家在地球 你会看到说 在我们的整个地球 五大洲里面 五大洲里面呢 有些地方有佛法 然后呢 生活很苦 大家去想 到底在哪里 然后有些地方呢 是很繁荣 很舒适 很有钱 可是呢 完全没有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 只要大家稍微打开眼睛 用心想一下 你就知道说 哇 真的 要两个都兼顾 有时候呢 有一点难的 但我们算起来 老实讲 大家现在在线上的 不论你是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或者是大陆 或者是台湾 香港 你会看到说 大家 算是 这两个方面呢 都还算是不错 要感恩 要感恩自己 就是 我们身在 刚才我讲的 这几个国家里面呢 你会发现说 没有 没有这些 就是 很苦的 生活 就是至少 我们的 国家的 这个什么呢 经济发展 还算是稳定 虽然当然 我们也知道说 有一些贪官污吏 这些人为的 但至少 目前看来 还算是 安稳的 也就是说 多少我们所处的 社会是繁荣的 人民还是可以工作 各方面 然后呢 也不缺佛法 所以我们真的 要很感恩 这个 我们今生今世 能生在这些地方 又能够 安稳的 学佛 这个多多少少 可能跟我们 过去的 愿有关系 也就是说 过去生 你也曾经 发过 我不管去到哪里 我希望说 我去的这个世界呢 至少是 生活是安稳的 世界是 这个生 这个死 周围是繁荣 然后呢 我也能够 学习佛法 我有机会 学习佛法的 所以呢 这个 想到这边呢 今生今世 开始 当你有做一些 什么 我们说 有种一些善根 行一些善法 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 发愿 就是 不管未来 自己生到 哪一个国土去 即便你不想 跟弥勒 在一起 那么 生到哪一个世界 都好 希望能够 见佛文法 要有佛法 OK 第一个 再来就是 生活 至少是安稳的 所以现在 大家在 能够这样 安安稳稳 在线上上课 都是不简单的 因为 同样在这个地球 有些地方 连上网 课 都没有可能的 因为他吃也可能 吃不饱 穿也穿不暖 更不用谈说 我要上网学佛了 今天大家能够 在线上学佛 虽然没有像以前 这么方便 在现场听佛法 但是还能够 在线上一起 跟诸上善人 善友 在一起 真的要很感恩 这个可能 跟你过去的善愿 是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好了 我们今天 或许我们先谈到这边 然后我们来 看看 我们来看看 大家今天的收获 是什么 好 我们从行进法师开始 可能这篇文章 你有读过 或者是你也了解了 这个米勒法门 但温故自信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师父 那今天写到的就是说 这个米勒 佛 它 有两部经 就是说 第一部经是在 华林园 那边 有三番 说法 中华这个上中下的 众生 那第一部的就是 罗斯义的 米勒 下圣经 就是在 荣华树下 所讲的 那第二个就是 正义 阿含经的 四十四页 它这里就讲的就是说 在自投城 那边的道数 那边讲 叶龙华 这跟 这两部经的一个 不同点就是说 人数方面 就是初会 第一次的 初会讲的 那个 人数方面 有一些不同而已 那就今天所认识到的 就是 这样 这个米勒 米勒 我在这个 上班 的说法 的认识 谢谢 应该这样子讲 其实跟关于米勒的经 其实是有很多的 然后 你应该说 谈到龙华三会 谈到龙华三会 这个课题呢 原来在 这个米勒 下圣经 提到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正义阿含经 也有提到 就是谈到龙华三会 这个课题 然后 也可以借着机会 认识到说 龙华是 龙华树 就是 就像 释迦牟尼佛 成道呢 是在菩提树下 那么 米勒呢 是在龙华树下 在华林园的 龙华树下 那三会呢 其实就是 面见 面见 三个 不同的群众 也可以说 是三次的 说法 三次的说法 这个三会 然后第一会 第一会说完过后呢 就有 多少人成就了阿罗汉 第二会说完过后 又有多少人成就了阿罗汉 第三会说完过后呢 又有人成就了阿罗汉 所以说 应该是讲说 原来龙华三会呢 是在 这个米勒下神经 还有呢 正义阿安经呢 都有提到 但是如果你说 是米勒的经典的话呢 其实不止这两个经 关于米勒经典呢 他修米勒法门的人 他就知道 比如说下神经呢 还有上神经 好 再来就是 艾娟 艾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师傅 我今天收获 现在我知道了 没有问号了 为什么 当来下神米勒佛 这样子是吗 对 就是说 就是我们佛弟子 新年的 为什么会有 那个米勒蛋 刚才师傅问我 所以 就是那个米勒蛋 现在刚才第二段 就有说了 就是说 新年第一件大事 就是说 希望就说 我们身为佛弟子 就是要发 就是说 共同发言 希望米勒佛 能够早日下生 希望 对 希望净土显现 OK 希望净土显现 对 然后希望我们的 佛法昌隆 世界繁荣 对 对 明白了 所以同样的 因中许善果 因中许善果 许愿的部分 即便 我们知道说 可能我今生今世 也看不到 米勒的出现 净土的出现 但至少 有时候我们 新年发愿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愿说 至少 在我有生之年里面 我一样还可以 处在一个 繁荣的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让我 安心学佛 除了这层外 也希望身边 认识的 就是亲友 还有不认识的人 也可以随自己的业力 生活在一个 安定的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 安心的 就是学习佛法 我们可以把它 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说 要等 等这个什么呢 米勒 我哪里等得到 好像又有点空发愿 只要你把它调整 人性化一点 其实它可以很 接地气的 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 当下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的 善愿来的 师父 等不到那么 我们就去 米勒的镜头吧 对 后面呢 这篇文章 后面就会提到说 上圣经是提到什么 就是去清净米乐的 这个部分 好 对 来我们再请宴会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师傅宴会在 今天 在读到这里 是有一个感想 很好 虽然 每个人对 进口的那种 理解是不太一样 但是至少 我现在 可以把握时间 主动学习 然后 有主动学习 听文证法 那当然 新领新希望 再来来一年 也是希望 就像师父讲的 未来所在 不管在哪里 任何一个世界 佛法 一样是这样 苍隆 世界也是 这样子的繁荣 要不然的话 如果 所在的世界 虽然 正经 很繁荣 但是如果 没有正法 也是 不OK 那虽然 有佛法 可是呢 生活 又太辛苦 要文化 又太难 那也是不完美 所以 新领新希望 希望 就是有那么一个 净土 不止 我受用 所有的众生 都能受用 就这样子 很好 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小看 我们的念力 这个念 这个念力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我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 有时候乱象也蛮多的 但是 我们有时候呢 还是要 比较正面积极的 去看一下 就是什么呢 只要我 我们说我们的呼吸还在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念 外面的乱象 外面的不圆满 在怎么样 但我 我要起 一个正念 我要起一个亲近念 那么 如果说我们本身 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念 然后我们现场 有八十多个人在一起呢 都有 就有八十多个的 善念 所以 不要小看自己的 心念 就是 为 这个世界 祝福 为一切的 友情众生 祝福 虽然 外面可能 有一些乱象 但是不要 就这样子呢 失去我们这一份善念 真念 善念 亲近念 所以 为众生祝福 为世界祝福的 这一份善念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和义务 所以 这边刚好也有人问到说 怎么发愿 其实发愿呢 过去 我们在北传里面呢 都是 祖师大德 写好的愿 然后我们呢 我们就照着念而已 众生无边 四愿度 烦恼无尽 四愿断 法门 无量四愿 学佛道五项 四愿成 发度众生的愿 发学无量法门的愿 发断烦恼的愿 然后呢 发 成佛道的愿 这个就是 祖师大德 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个四宏诗愿 度众生 就是要解散缘 都希望自己的身边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身边 出现了多 更多更多的贵人 是不是 没有人希望说 这个什么呢 这个自己的生命当中 出现很多破坏 破坏王 破坏鬼 没有这样子的嘛 都希望自己的生命里面 出很多的贵人 那你希望你的生命当中 出很多的贵人的话 那么平常就要发愿 度众生 也就是跟众生 结善缘 随份随力的 跟众生 结善缘 那么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呢 这些贵人就会出现 所以度众生是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当然 我们知道说 有时候生活当中 我们什么都有了 可是呢 有时候 一个烦恼来 又自己障碍自己了 所以呢 才希望自己能够 慢慢的把烦恼 断掉 不要每一次呢 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 烦恼就升起了 就障碍了自己 所以断烦恼 是一个愿 可是要断烦恼 谈何容易啊 你要学法门啊 你要真正去学 去修啊 所以呢 学无量法门 也是一个愿 然后最后说成佛道 那么成佛道的意思呢 就是 过一个充满觉性的生活 有没有人希望自己 迷迷糊糊过日子的 没有人希望这样子吧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 这个什么呢 充满觉知的过生活 那么成佛道在这边呢 佛 不是说我要变成一个佛呢 坐在那边给人家拜 不是 我要像佛一样 充满智慧 充满觉性 充满觉知 所以发这个成佛道的愿呢 就是希望自己在生命里面呢 能够有更多的智慧 去明白世间的一切的一切 所以如果你问我要发什么愿呢 其实四红四愿 我们主持大德写的 这个四红四愿呢 其实是蛮圆满的 蛮这个什么呢 值得大家去参考的 那当然 你也可以 customize你自己的愿 就是你自己可以 规划你自己的愿 所以有些人呢 他想去 亲近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所以他就会按照这个净土中的大师们 怎么写这个愿呢 他就按照这个呢 往生净土的愿 那么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我会比较常发的愿呢 就是什么呢 愿生生世世 我说我不管我在哪一个世界 未来我在哪一个世界 我愿生生世世 见佛闻法 我要见佛闻法 我希望不管我去到哪一个世界呢 都能够再一次看到佛法 可以听到佛法 见佛闻法 然后呢 能够遇到善知事善友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 能够遇到善知事善友 当然能 就是能够 最好能够顺利的修行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呢 自己规划自己的愿 那么 在心理许愿嘛 是在心理许愿 尤其做了一件善法过后 那个时候呢 善心很强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可以把你的善心力 回向发愿 就是把它导向 把这个善的功德呢 导向你的愿 就是让你的愿啊 就是有一点点呢 就是给你的愿加油啊 你知道吗 我们的汽车要走啊 你会去添加那个什么汽油嘛 对不对 所以你fill up 然后fill up你自己的这一个愿力 所以每一次做了一件善事呢 你就回到你自己的愿 不管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清净米勒 还是不管在哪一个世界 你都能够见佛文法 遇到善心事善油 所以这个发愿的事情呢 应该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来的 是你随时都可以 只要想到你都可以做的 所以你就要问我说 是不是天天发愿呢 如果能够做到晚上睡前发个愿 或者是做完了一个好的事情 心里面很欢喜 做发个愿 把它变成一个习惯 就像我们你看 我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一起共修 结束过后呢 我不忘带大家 就是做回乡 这个回乡就有一点发愿了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功德 拿来做一个充实 就是给他加油 给他加油 让希望这个愿可以实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 刚才请了宴会 美军 美军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 说不上收获 只是说对你 佛有了更神的认识 因为 这个就是很大的收获 因为很多年前 真的师父 师父之前有提起到 外道好像一关道 对你了的那种 的讲解 然后当时候我第一次也是 亲戚引进去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那个是米勒佛 我只印象很深刻的是 对方一个道友 他是说 阿弥陀佛的世界 已经佛陀世界已经过时了 现在要亲近米勒佛 他有这种说法 可是当时候我内心很挣扎 然后他又要我发誓啊 什么之类 然后我就从这个道场中 我就跑出去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然后我对米勒 米勒佛这个见解 就有一点误会 然后我知道今天 我就接触了 才知道 新年要怎么样发愿 然后这个是米勒佛的 要做的那个慈悲心 他的一个愿力 然后我想我应该是 新年的时候 有一个寄托的时候 想向他学习 就是法院希望这个 我们的世界可以 赶快接近这个净土 对对对 是一个善事 然后也不会再那么排测 米勒佛的这个三个字的说法 是是是是 因为真的很排测 心里的障碍真的很排测 因为我就觉得 佛陀是不神不灭的嘛 怎么他们这个道友会把 讲佛陀讲到这样 然后米勒佛又说到这样 然后我整个人很难感 然后我就跑 跑开那个道场 然后我就归于了佛法 然后就信了 对对对 很好 你自己本身也很有三根 只是心里面真的 有时候很挣扎 为什么会 佛法会这样子说 然后又不知道对不对 为什么还要发誓这样子 其实大家线上的每个记得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发誓的 没有发毒誓的 我们有发愿 愿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嘛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 希望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因中许善愿 因中许善国 发愿是很正常 但是发毒誓呢 这个就肯定不是佛教的东西了 所以很可怜 那我们说这个弥勒佛弥勒菩萨 他的像就被人家拿去用 然后就被说成这样子 真的很可怜 这样我也是 从明年新年 我就知道每一年新年 我要发愿就是希望 可以得到这个净土 然后希望众生 可以离开这个五着 然后得到更多的善知识 接近佛法这样子 就有一个发愿了 是我们很清楚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很好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世界繁荣 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愿来的 然后也希望佛法昌隆 大家可以学习佛法 可以感恩每天 真的 你要是被感恩 是 好谢谢 谢谢 来欣梅 你的收获是什么 师父 今天我是觉得 我们是 时常要 礼赞佛的功德 因为你看在南传 他们诵经 也是念佛的功德 北传 我们也是有 礼赞佛的功德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就是我们要发愿 我也很感恩 我不知道 因为心里有想到我要学佛 一直是在想把佛学好 就是多一点智慧去面对 来做的 有些不愉快的东西 发生了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我都很感恩 有那个 缘认识到 好像师父的善知识 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教我们怎样 发愿 就是在应中许 善愿 然后希望我来世 能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可以学到佛法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然后我直到做了 我每天做的一些功课 或者我做的一些善行 我都是回向法界 一些友情 我是上次听到 师父讲这个事很好 然后我也是希望早日 你的佛可以来到这个世界 把我们这里就会变了净土 就是安乐幸福 不过我们也是要有那个机会 要知道怎样去学佛 了生死 或者行菩萨道 是我今天所学到的 很好 非常好 对啦 所以我们 感恩 我也感恩大家 感恩你们 我们有彼此的互动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善缘 你们感恩我 我也感恩你们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坐 然后完全没有人来学习的话 那也没有 这个事情也不惨 所以互相感恩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善法 善缘 我们让它持续 好 来我们请 毕平 是师父 今天我的收获就是 明白了周末 我们要念这个南无当来 下生米勒佛 然后就是我们 佛弟子一定要发愿 所以希望这个净土世界 早乐来临 然后佛法就畅荣 世界就和平 幸福快乐 然后还有知道 那个练佛的时候 我们一心不乱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念佛功德 就好像刚才师父讲 不要我们用那种 王媒调来唱唱到忘记了 连本我们的那个 练佛的功德 是什么都忘记了 就变了好像是在唱歌 所以我们也要念佛观想 然后就可以修那个 定跟会 然后还有讲那个 许愿就是 应中许三国 就是希望我们 师师都可以见佛问法 然后一到三知识 问三有 就是这么多 还有那个四红烟 我们一定要做 就是这么多 谢谢师父 非常好 来 修风 师父好 大家好 这边就是 有一点点体会 就是说 至少今天读了 我们就是对这个 弥勒佛有更深一层的 认识 就是像刚才 刚才那位师兄讲的 然后我们要发言 然后我这边 我是觉得我们 我们要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知道 我们这 这一个 这一个生命 我们需要 我们要有 有长远的计划 有中 就是长 长的计划 有中的计划 还有一个短期的计划 就是这样子 长的计划 当然是要成佛 这个是 我是说 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 我们是希望能够 因为我们知道 成佛要八万四千 生死结 这样久远 所以我们就靠愿力 就是希望这样 所以中的话 我就说 能够的话就 能够的话就升到 斗帅天那边 就是在那边等 等弥勒菩萨 然后可是 我的意思是 跟弥勒菩萨学习 对对对对 我们在那边 跟弥勒菩萨 就是希望在那边 能够有这个机缘 可是要去那边 我们现在就要 做一个短期的 短期的 就是说 在这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生生世世 不管以后 生在哪一个世界 就像师父这样的 我们希望能够 生在能够 听闻佛法的地方 就是有佛法可闻 然后当然 世界繁荣 可是这边世界繁荣 是我们讲一切美好 可是有时也 我在这想 世界不繁荣的话 也有它的好处 可是我们是说 在弥勒菩萨降生的时候 当然是世界繁荣的 就是说总而言之 我们就说 有机会闻佛法 然后我们能够 遇到善知识 然后我们有的 就是能够精进 就是这样的了 非常好 你是一个 非常有规划的人 就是这样的了 非常好 短期规划 中期规划 还有长期规划 非常好 非常好 来 我们再请 新瑞法师 请问五位 师父 今天学习到 学佛人 要有开放的心 去接纳 不一样的法门 因为各个法门 都有值得学习的精神 然后还有学到 2022年的发愿词 共同发愿 深切的愿望 因终许善过 这个世界 早日成净土 谢谢 非常好 因为再过几天 就2022年就来了 所以你们已经有 自己的发愿词了 有一种祝福词 祝福语词 好的 那一样 今天也是非常感恩 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星期 会继续地在谈 这个课题 这篇文章还没有读完 所以我们下个星期 会继续 那么结束之前 我们一样来做个回向 把这个回向的文 调出来一下 那么 首先就是 消灾和影像 我们在过去的 一周 我们看到 就是天灾 以及这个 下雨啊 淹水啊 太多 这个这样子的 一个事情了 再加上疫情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一切有情众生 能够消灾免难 就能够逢凶化吉 不管我们认识他们 还是不认识他们 我们一份善念 很重要 一份善念呢 为他们做祝福 愿消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土愿醉 细细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那么有天灾呢 自然就有些人呢 不幸 就是这样子 往生了 那么我们也祝福 这些不幸 世事的 这些有情众生 能够去到 好的世界 或者是他想去的世界 愿生佛国 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不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最后 祝福我们自己 我们的亲友 以此功德 众善根 雷世 冤亲 同瞻恩 由师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杜友晴 那我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 福德和智慧 渐渐的增长 一切都吉祥如意 法喜从满 把麦克风 教会给师姨 好的 谢谢法师 今天法师跟我们谈了 南无当来 孝生弥勒佛 佛教信念的第一大件事 就是礼藏 称念南无当来 孝生弥勒佛 并在除夕晚 举行弥勒普佛 总会在初一早上 称念弥勒的圣号 这就是表示 学佛人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 共同拜愿 祝弥勒佛 早日下身 到此世界来 这也是学佛人的 深切愿望 确实也是一种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有兴趣的 别忘了 继续上线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精彩的分享 非常感恩法师 详细耐心的 为我们讲解 同时 也感谢我们的 阅读人的分享 好了 接下来 如果你的时间 允许的话 放松心情 善用五分钟时间 做持新冠 下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与法相会 在线上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法喜充满 不会圆满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